各位同胞韭菜難民啊 大家好啊 因為我的觀眾基本上都知道你 所以基本上也就不需要簡單的講你的難力什麼 重點就是這一圈你來美國旅遊了半個月 你對美國有什麼感覺 現在我覺得對於做一個台灣人 我覺得最大的體悟美國的好就是交通環境 交通環境 不管是用路人的素質 開車的人或者是行人都非常有素質 我現在我很少聽到在美國互相開車按喇叭 我是罵你三字經罵你髒話 F-word或是S-word 但是在台灣就是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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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台灣最近才立法通過車要讓人 所以我們才剛開始接受這個概念 還需要 因為我19年的時候去歐洲 那個時候的歐洲跟美國就一樣了 也是遠遠的要讓人 然後我去日本的時候也是這樣 但台灣也是在往這條路上在走 只是數字還沒有到 慢慢來 畢竟台灣的規劃 本身它那個城市太擁擠了 因為亂七八糟 被這個國民黨不是共匪 是國民黨 也算是共匪的一種了 對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體悟就是 政府在交通建設方面 就是美國的路牌或是標示 很清楚告訴你 下一個點下一個點下一個點有什麼 然後你不會去錯過它 但是在台灣 即便我在台灣開車開那麼多年 有時候我去一個比較少去的城市 我有時候會被那個路牌 就是OK你說往右 往右有四條路 哪邊的右邊 我不知道是哪邊的右邊 然後可能快到才 他才跟我說往這邊下 哎呦 不好意思我過來 我過了 對這樣 除了路之外 比如說還有什麼 對你的這個感官讓震撼 比如說剛下飛機啊 我當年到美國來剛下飛機 哎呦晚上我看了整個洛杉磯 一大片都是那種燈光啊 我就很震撼 高速公路在飛機上都可以看到 也都是很亮的 我就感覺這真的 尤其是我一看彗星地圖 美國家家戶都有游泳職別墅 哎唷我一想太有錢了 這太浮雲 好地方 我覺得比較震撼是 好像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小船 哦 那你的露營車太有錢了吧 哈哈哈哈 對啊 其實台灣 台灣有很多人有露營車 只是說台灣的環境可能湖啊喝啊 比較少 比較少適合這個的 所以來到這邊看 哇每個人都有一艘小船 然後假日會開去玩度假 這點我也是蠻 蠻震撼到的 還有一點是美國就比較負面的 就真的是滿大街的流浪漢 然後尤其是在Downtown那邊 我那天跟我女朋友 就在洛杉磯的市中心 我們從一家酒吧出來 然後我沒有看地上的路 就有一個流浪漢包的跟木乃伊一樣 就很像蓋白布這樣 然後我差點踩到他 我女朋友把我拉住 然後我說什麼東西啊 他只擦那個白布沒有血 我的天 這死了吧 還活的 哈哈哈哈 美國所有的當場 盡量不要住酒店住那裡 不要在那裡活動 第一停車難 第一要住宿可能也比較貴 第三環境差 所有的當場就規避掉 當然其中 其中可能有一兩個比較好了 但是90%都不好的就算了 這個就跟我們亞洲的印象不太一樣 對他是反過來的 他這個真的是 準確來說是跟舊大陸是跟英法 像玻林 柏林 巴黎倫敦都是很繁華的 對 都是市中心啊 特別覺得非常繁華一圈一圈 美國的話你看洛杉磯 當場基本上沒什麼人想去住的 難怪 難怪我那時候來很多這個 譬如說像你還有我其他一些 在美國的朋友就說 你怎麼會住在市中心呢 停車不方便又貴 然後就像你說的 然後我還想說 怎麼可能你們在亂講吧 結果這次住之後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沒必要 沒必要來 真的是 這個是對美國 有沒有對美國別的印象 比如說飲食啊 包括人與人相處 還有旅遊遇到的什麼 亂七八糟的各種 新興社會的人 喔 遇到人的印象吧 我覺得並沒有像 電視媒體或是其他人說的 美國人很冷漠 我覺得美國人沒有很冷漠 也有可能是我在這邊生活的時間 因為我是來旅遊的 所以我可能接觸到的都是 比較好的層面吧 我在想 因為我遇到的都是很和諧 很友善 會幫你 會問你問題 而且他不會露出 我聽不懂你的語言 你也聽不懂語言 我不想浪費時間 他不會露出不耐感的表情 我覺得這點是 對人的基本的尊重 對美國這一點還是比較好 就他 他最起碼他達到的一種文明禮貌 對 就哪怕有的時候到美國的街頭那種 像澳流者或者台灣話叫小昆昆 什麼 你可能走在路上突然碰碰到他肩膀 他可能也跟你講Sorry什麼 對都會啊 就是在美國 在美國有這種是那種 標形大漢 就看起來很壞的那種 看起來 他就算不小心撞到你 或是這樣 他會很輕生去跟你說 Sorry這樣 對 還有那個像進出門還是什麼 你有東西掉他們都會很大 很用心的提醒你或是幫你開門 或是幫你問你要不要幫忙拿個東西什麼 對還有一個開門那時候 前面那個人如果看到後面有人 他會把門擋住 對呀 後面那走 這一點我在中國還沒有遇到 當時我來美國之後 我看到這個我也有點震撼 我這個在中國也是去中國旅行 真的就是像你說都沒有人在幫 沒有沒有 這真的是這樣 我在歐洲 歐洲也是比較像美國一點這一點來說 他這個發達國家確實是 他人與人之間保持基本的尊重 對沒錯沒錯 他這一點還是比較好了 那你覺得這美國的話 有沒有別的地方 比如說跟台灣相比的話 美國還需要學習的一些地方 美國還是要學習的地方 這可能就是文化的差異了 我覺得也沒有要學習 我覺得唯一不習慣就是食物了 美就是食物 歐洲也是食物沒辦法習慣 唯一歐洲我目前去過的國家 我能習慣的就是匈牙利的食物 比較近亞洲一點 我發現那個食物 我最受不了的是什麼 老末他有一個叫taco 但taco裡面 就有一個叫britos還是什麼 那個我還能吃 別的那個taco真的就沒辦法弄 還有一個是中東的那些食物 我也受不了沒辦法弄 我能夠接受的 比如美國的食物大概也能吧 西餐還有東亞跟東南亞 基本泰國越南我也基本 這可以 對還有一個印度的食物 有的時候偶爾吃一下還可以 甜甜吃我也受不了 印度菜 印度那個也不是一個系統 對 對 哈哈哈哈 你已經問你第一次來美國嗎 跟你想像中的美國有什麼落差或者區別 美國鄉下的網路真的很爛 哈哈哈哈 真的很爛 因為可能美國太大 因為台灣即便在爛的鄉下網路也是很好 對對對 他是基本上離開大城市都要小心一點 對 他只要一開車離開大城市 信號就不太好 看視頻就有點卡 這個 就要小心 我只能說 我在美國這樣繞了一大圈 從大峽谷南部繞到北部 再繞一圈回拉斯維加市 哇 這真的我覺得在有些地方 你被殺了或死了都不知道 根本沒人知道 你過了這個山頭還有一座山 還有一座山 平原之後還有平原還有平原 一馬平川 根本是很可怕 前面後面就幾十公里沒個人 也沒有城鎮也沒有商店 對對對 都是仙人掌之類的 很可怕 對啊 所以說美國電影裡面什麼公路殺什麼 這是真的 還是真的 這一殺了就是說 直接埋了根本沒人知道 對啊 根本這太嚇人了 很可怕 就是一定要做好 做好很多的食物的準備 或是加滿油 多喝點水 多帶點水 加滿油 你這台灣去過了 台灣你就在台灣長大 中國去過了 美國也算是體驗了 去過了 你覺得台灣要統一的話 跟美國統一好 還是跟中國統一好 我覺得這就不需要問吧 如果台灣一定必須被統一 那當然美國啊 是瘋子還會選中共的啊 為什麼要選中國有病啊 對啊 可能有人 可能有國民黨的嗎 一些人覺得 還是要跟中國統一 是有病的這些人 真的是 腦固動的 他一些 等他們個幾年吧 差不多了 他們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啊 台灣啊 我常常講 一個貧窮的獨裁的 這個叫 就不文明的國家 去統一一個 富有了文明的民主國家 那不是開玩笑嗎 那真的是 對啊 亂透了 就算統一 那也應該是美國統一台灣 對不對 加入進來 每個人發個美國護照 還怎麼樣 就是統一台灣 成為美國51個州 應該說 中國還在弄以前那種 戰爭的思維 侵略之明就是 我就算比你差怎麼樣 但我武力比你強 對 所以我要把你侵略 把你掠奪 其實中國共產黨 我都建議中國共產黨 你要真的要統一台灣 首先要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 然後怎麼尊重台灣人民選擇 你把自己這個地盤樣板搞好了 搞得跟美國一樣 自由民主發達富裕 對不對 然後你讓台灣人選擇 要不要加入我 跟我一塊過 對不對 你別那麼窮的 跟那個第三世界 跟非洲一樣 你誰想過啊 你說你想一想 我覺得如果中國是真的有自信的話 他應該會 應該說台灣還恨不得加入他 他還說台灣你不要來 你不要加入我 來拖垮我 千萬不要 就像美國這樣子 有可能 他可以這樣 我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 中國是個自信的國家 你就開放台灣選舉 台灣你自己投票 願不願意跟我合併或者獨立 獨立就獨立嘛 這是選舉嘛 我只要超過50% 同意獨立那就獨立嘛 這個不可能 這個開放下去 這個 中國就要換領導人 共產黨也要被投票了 對 像小粉紅就常在 像你說的這樣 台灣2350多萬人 就算集體 同意又怎樣 我們中國有14億人 這時候我就會說 OK那你們開放投票 你們可以投票嗎 去啊 對啊 他肯定沒這自信 對 我說你去呼籲共產黨 叫他讓你去投台灣的票 這也不可能 不可能 這個行為他就不可能會讓你去做 他如果去天安門廣場 含巫統台灣他都不敢 會被帶走 對 對啊 好吧 今天我跟八九非常開心 講了講這個兩岸 不叫兩岸 就一個是太平洋兩岸 中國跟美國 還有一個兩岸 是中華民國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三個國家的 之間的這個愛恨情仇吧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